在18号正赛第一天就遭到淘汰了 今天都22号 在雅加达休息4天了 那些说也是正好是一个观看对手 坐山观虎斗 对 很好一个机会 这球看怎么看 应该盼出界了 竹林有一些异议 没有必要再和裁判去争辩了 这个时候只能影响自己的情绪 不可能做出改范 这个球 这应该是个界内球 我们看 压线 应该是压线 线上的球 12比15 没关系 还是领先了三分 改发小球了 也是下压 看这种球 这就是界外了 数界了 16比12 竹林冲这位底线裁判 也是竖了竖大拇指 没那笔 这有点较劲 有点较劲 这明显的界外 16比12 16比12 又是批掉了 但是下王 所以说 这个第三局 游联安地呢 这个正手 头顶的这个杀 批 批掉 这种球呢 应该说是失误率 这个非常高 起码送给了 竖林的 有五六分的样子 对球 后场的正手 一个批掉对角线 也是下王 17比13 竖林还领先4分 应该说还有一点悬念 竖林不能够有任何的放松 这双方呢 看来在进攻当中啊 都是有些失误 这球的落点非常刁 又来了滚瓦 不退底线 漂亮 好球 再来 看来谁能下楼最好 这个球呢 助力还是不错的 走 好 漂亮 好球 对 这个球 竖林非常顽强 18比13 这一块应该是 对 应该 催垮对方 对 追回的这种信念了 马脸 马脸 双方呢也到场边去喝一喝水 应该是 优利安帝也要求工作人员进场来清理一下汉字 应该说优利安帝呢 我想的话他参加了这么多次这个比赛了 这一次的打这种强度啊 身体的这种呢 第一次碰到 对 以前他只拿过几次卫星赛事的冠军 应该说这个对张宁对朱林这两场球啊应该说真的是他竟然是竭尽了全力 包括他在四分之一就在打周密 嗯 也是二比一取向 消耗过大了 连着三轮都是苦战三军 而且打的比分还非常的高 非常的接近 18比13 朱林领先五分 还有三分就可以获得冠军 别说优利安帝 这这名选手呢不简单 打球 19比13 朱林也是大汗 冠军基本上到手了 嗯 19 19比13 应该 应该没有问题了 冠军到手很有可能 奥运会的入场券也到手了 开始发后场球来防守 注意点对价线 对 这球出界了 14比19 对 这个 朱林为什么往这个正手这边 为什么不勾他呢 总是不是放往 就是挑直线 连对角线都比较少 这很容易让对方啊 抓住这种球路 现在正手这个时候突然勾他一下 又是对角 你看 就这种球路 放往 对 二十比十四 拿到了赛点 冠军点 不出大的意外 朱林可以获得今年 印尼羽毛球公开赛 女单的冠军了 嗯 六个赛点 对方的搓球不过往 这让朱林在决胜局呢是以二十一比十四战胜对方拿下了整场比赛 2008年 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决赛 我们就给您转播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是由江文川和王丘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